在換了一個新駕駛的同時 有時間和大家玩玩遊戲 這次帶一部終於不是Android的機 就是這個新系統 行Samsung Bada 的 Wave 外形來說 是一部你看不出是一部大機的機 這部機其實都不算小 你看我和它的手掌給大家知道 那呢 外殼方面很討好 用了Metal 這是金屬的殼 那除了機頂和機底之外 都是 還有這個網 之外都是金屬的 那 開一下底蓋 沒有包沒有架金屬的 你可以聽到少少金屬的聲音 好 這部電 呢 Samsung 的電 1500mAh 而且都不算是很厚的電 那裡面呢 也有些東西看的 就是呢 高人認為是這部機設計上 唯一一個不足的地方 就是 將這個Micro SD的 Slot 放在電架下面 上面有這個 很有設計感的 500萬像素鏡頭 旁邊的光燈 螢幕 3.3吋 Super AMOLED 的螢幕 前鏡頭 環境 感應和這個 距離感應器 下面 又說是很Samsung的 三顆按鈕 打電話 手線 和這個 以前是Back按鈕 現在就是 回到Menu的按鈕 好 開機 好 用的是 非常之美的Super AMOLED 你看看 原理上 就是 把 顯示層 和 觸控的一層 合一 從而大大 減薄了這個 螢幕 以及 是 透過 厚度的減低 是把 反光的情況 減到最低 好了 來到這個主介面 沒錯 它就是巴達 一個 好像很熟悉的 就是 Touch Width 3.0 的介面 以Widget為主 下面有三個 直徑 按這個就是 設定 將 Widget 把它放進去 總共 有十個版 非常充裕的空間 但是這樣 發來發去發成十個 其實也挺有趣的 頂部 原來 不是拖下來的 它是拖一下 就會彈下去 就是 跟 Galaxy S一樣 的 無線開關 Wi-Fi 難關 還有 這個 SALENT Mode 下面就有通知列 跟Android差不多 有什麼 E-Mail 或 SMS 或 MISS Call 放在這裡 看看設定的東西 其實 整個設定的東西 還是很 feature 風下 我自己覺得 它可以 讓你看到 深入的設定不多 其實 有些東西 都 放得很密 很多東西都放在一般的 例如 預言選項 還有這個 連線設定裡面 有這個 可以做Wi-Fi Hotspot的 流動傳取電功能 按一下 按一下 中間 又去 主目錄 是一個 幾像iPhone 我不得不承認 是幾像iPhone的 版面 來的 但就可以回頭 還有 可以按一下 再去到那個版 這是方便的 按編輯 就像iPhone一樣 將東西調來調去 又是可以不放滿一版 又是可以 將東西放在下面 那麼多遊戲 你明白它有幾像iPhone 然後 作為一部 手機一定要有的東西 一個 類App Store 物體 Samsung這個 都 幾成熟的一個方案 算是 那 咦 要錄音Wi-Fi 對了 那它那些分類啊 或者說 不知Android 收錢那些 它裡面都有 那它 Apps都不算 說很少 嘩 不見到人的東西 嘩 那我進去呢 以這個為例 詳細資料 裡面 就是說 Description啊 Screenshot啊 有些comment啊 建議啊 那些東西 全部都很齊 都不得不讚的 那 都不得不讚 那 有免費和收費 給你選擇 還有一些很本地化的程式 你可以看到 樂彩啊 AN730啊 電影速度就是 都是香港戲院的東西 U Food 類似 Open Rise的東西 還有Yahoo在香港 還有Yahoo在香港 那算是 準備得幾足才出的 OSOS 那 這個也是一讀呢 不用拖的 一讀是出來的 一些Menu的東西 那有一登入的 那這個 是怎樣的 我就不知道了 沒有那麼深入去玩 這部機器 沒有那麼多人去住 那至於這個Garri 呢 沒有 是不能 右下角回到 一定要按中間按鈕 那 還有這個 Toylet Russia 衝刺 之前都幾 控洞下 看看多多人去注意 這個 的程式 那 有這個 都很有名的 超大食的菜車遊戲 很快 你看到 都拖得很快 還有 有中文 有中文 可以先試一下 這遊戲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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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以這麼大隻的遊戲來說 它算是行得很好的 好,一按 就回來了 另外一些小程式 我蠻喜歡的 按這裡 回到我錄後 按兩下可以搜尋 按下去也不能出門 相機除了100萬像素之外 支援HD 片 CPU是1GB RAM就1GB 這些其實跟Galaxy S都差不多 但是這部機 如果用到Android的話 我就滿硬了 同時間 我亦相信 在不久的將來 會有Android的Port 向你部機身上出現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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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